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在现场与我们一起讨论的两位老师 第一位是张德慧张老师 大家好 很高兴跟各位同学见面 第二位是江继正江老师 大家好 很高兴跟各位同学见面 好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主题是组织跟企业文化的内涵 当然谈企业文化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何谓文化 根据伟师大词典的定义 什么是文化呢 文化指的是人类行为的整体 包括思想 语言 行动和成果 依赖人类学习和传递知识的能力流传给后代的模式 管理学者卡斯和 Rosenzweig 他们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系指社会中的人群 所共有的一种约定成熟的心理状态 这种状态系由人群所培养出来的共同价值 共同信念以及特有的行为方式所组成 而管理学者另外一位叫Settle 他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成员所共同享有的 重要但经常是不成文的了解 由此可以发现文化是共同认知的体系 也是共同体验与信仰的体系 人类透过这个体系来理解与建构寄存的现象 事物 事件 行为与感情 同时文化也是人类无意识的心理过程运作后的表现 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组织文化的定义 从70年代的末夜到今天为止 组织文化的研究实在是太多理论多元了 百家争鸣的情况不断 在重度的组织文化论证当中 我们发现了底下有五个基本的共识 第一 组织文化确实存在 第二 每一种组织文化都具有独特性质 第三 组织文化是社会建构的概念 第四 组织文化为组织成员提供了一种了解 认知事件及符号的观点 第五 组织文化是组织行为的重要指标 玩弱组织的控制机制 非正式的支持或者抑制某些行为的模式 在组织文化分歧的定义当中 雪恩的定义算是比较完整的一个推论 雪恩认为组织文化是一个基本假定的型模 由既定的团体在学习如何解决外部适应 跟内部整合这两个大问题时 或者经由创造 或者经由发现 或者经由研离而成 这套行为假定奏效良久 因此足以传授给新进的成员 以他们能够正确地认知 内外整合适应的相关问题 作为他们思考的一个参考 那么企业文化的定义跟类型呢 我们简单地看一下企业文化的定义 从80年代的初期 就开始探讨企业文化的讨论 当然首先是Deal and Kennedy 他们认为企业文化是组织 所信奉的主要价值观 而另外一位管理学者Smilchik 他认为企业文化反映了组织 所共有的价值观 每一个组织都会有其特有的类型信仰 象征仪式神话之惯例 而这些信仰象征仪式神话之惯例 是一直不断被提起的 Denison认为企业文化 则是一套价值信念行为模式 以及建立起企业的核心体 而学者Mainster则认为 企业文化是企业一种看不见的风格 或者整体性的印象 它所包含的是看不到最底层的部分 如保守的组织结构 或是有更多非正式运作的与互动 以及可以看到的政策与程序的部分 企业文化反映了组织的核心价值 并强调 开放沟通 智力挑战 伦理实物 都是公司特殊文化的一部分 因此 企业文化指的是 在企业公司内部演化而成的一种文化 企业组织成员所共同享有的一种价值 信念以及基础假设 用于作为成员的行为模式之指导 企业文化的要素 与企业文化的类型 它们分别出现了不同的类型 这个部分 我们请张老师来为我们做介绍 谢谢张老师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介绍企业文化的要素 学者针对企业文化的要素 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 首先是Dill和Kennedy 学者在1982年 他们所做的研究中认为 以下五点会构成了企业文化 第一是企业环境 指的是产业本身的特性 第二是价值观 组织中成员所共有的认知 第三英雄是价值的化身 与组织力量的缩影 为员工模仿的对象 第四是仪式与典礼 主要是呢 在彰显组织的价值观 第五文化网络 指的是组织与其他组织互动时 所产生的影响 其次呢 Servich教授在1987年的研究中 把企业文化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个是看得见的 指的是办公室的装潢 如图画 窗户的树木 地毯 盆栽 主管同仁餐厅 厕所等的差别待遇 这幅的不同 称谓的口气 如亲爱的各位同仁 或者给每一位员工等等 第二个是看不见的层次 它又分为第一 价值层次 什么是价值呢 价值是人们认为 重要的或者是关切的事情 有人事的安排 员工的主要话题 主管的强调事项 都显示出公司的价值所在 第二个呢 是基本假设 公司要达成的愿景 任务 依据外部环境的真实情况 结合企业价值 展示企业追求的方向 学者罗宾斯 描述企业文化的特性 具有以下七项 第一 创新挑战 和冒险 员工被鼓励创新 及冒险的程度 第二 组织安定 组织决策 和行动倾向维持 现状的程度 第三 积极进取 员工积极 并有竞争性 胜过于合作的程度 第四 团队的导向 工作室团队型的主态 组成多适用于 个人形态的程度 第五 人性导向 组织管理决策 考量体恤员工的程度 第六 成果取向 主管重视结果 胜于过程的程度 第七 细节要求 组织要求员工 在工作细节上 呈现正确分析 专注的程度 由于企业文化 具有特殊性 无法模仿性 与影响力等 所以 任何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 对于他们自己的公司 都扮演不同的作用 纵观而论 企业文化 对于公司发挥了 下面的五项重要的作用 第一 它能界定 公司角色的扮演 使其有别于其他公司 第二 它让公司的员工 自觉身份的确定 认定自我 例如红机人 台电人等 第三 它使员工 对公司的认同和承诺 对公司利益的追求 大于个人利益的追求 或个人主观的信念 第四 它提供了企业员工的行为标准 提高了社会系统的稳定 第五 它担任了澄清疑惑 或者控制的机制 规范公司的员工 的态度跟行为 接下来我们将时间 交还给江老师 好 非常谢谢张老师 其实企业文化 像是看不见的手 它在非正式的方式 规范了许多组织成员的特质 那究竟企业文化有哪些类型 我们稍微回来 跟各位同学 一起来加以深刻的讨论 好 刚刚了解整个企业文化的具体内容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企业文化的类型 那么根据管理文献呢 把企业的这个文化 分析成下列不同的类型 我们看第一个学者代表 是Answorth Answorth在1979年的五大类型分析当中 它是以组织发展导向的角度 用策略的观点 并以风险接受度和创新接受度 将企业的文化分出下列五大类型 第一类型叫稳定型的文化 这类的文化呢 逃避风险 不接受任何改变 第二种文化叫反应型的文化 接受最小的风险 几乎不接受改变 您走十步远 也不走一步远 第三叫参与型的文化 允许接受相当的风险 接受额外的改变 第四种叫探索型的文化 考虑风险跟利益之间的转换 接受许多改变 最后一种叫做创造型的文化 喜欢冒险 不停追求新奇跟创新的改变 向各位同学 手中的手机就是这一类型 那第二种类型是Wallace Wallace的1983年 把企业文化分成下列三大类 第一大类叫创新型的文化 公司会鼓励激发公司成员的思考 而对于问题的解决采用心事的手法 对于企业工作的内容 以目标为导向 并且营造出自主跟活力的工作状态 第二种文化叫支持型的文化 企业组织相当重视成员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 因为和谐可以创造组织员工的合作环境 而有助于公司的任务运作 第三类型叫科层型的文化 这类的公司文化呢 它强调是全责划分清楚明确 对于工作的要求 采行制度化和SOP标准化程序 那么第三个学者叫Sonnafield Sonnafield在1989年 把企业文化分成四大类 它的分裂方式有助于了解企业文化与组织成员的 世界性跟搭配的重要 这四类分别是第一类叫学院型 这一类的企业文化招募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社会新鲜人 就是一张白纸 施以各种训练 然后将分配到各个部门 使其减少对社会化适应不良的状况发生 第二种企业文化叫俱乐部型的企业文化 这一类型的企业文化相当重视忠诚度 行为规范 年资和经验 大多数是以通财力型的人才居多 第三大类型叫棒球型的Team团队 这一类型的公司喜欢创新跟冒险的员工 所以往往拥有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学经历的人才 且利用弹性的奖金制度跟激励员工 例如保险经理人 广告代理商和软体开发公司等等 当然证券金融保险更是如此 那么第四大类型叫城堡型的企业文化 这一类型的公司企业文化倾向保守 因此对于喜好面对挑战者 是无法发挥专场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江基敬老师来介绍一下 企业文化造成差异的因素究竟在哪些方面 好 谢谢江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造成企业文化的差异 最主要有五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企业环境 每一家企业公司 它会因为产品 对手的竞争 顾客 还有生产技术 以及政府对于企业的态度 此外呢 还有在市场上可能面临不同的状态 这些因素呢 都会使企业公司 他想要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就会有一定的影响力 那么每一个公司呢 他一定要有一个某种特殊的特色 或是专长 这样他才能够立足于市场 那比方说 以保险业来说 他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推销 在电子产业界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和发明 所以企业的营运环境 往往决定了这个公司 应该要选择哪一种特色 才能为公司带来成功 因为企业环境 是塑造企业文化的首要因素 再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 就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 它是一个组织本身的基本概念 和信念 也可以说是 构成企业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 其实不论国内大多数的公司企业 几乎都有丰富 而且复杂的价值体系 公司全体的员工 也清楚地了解到 这些公司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 其实在无形当中 对于企业的成员 做出了教育的意义 也就是让员工们知道 什么样的底线 是不可以超越的 要怎么样做 才是符合公司企业的需要 第三点是英雄人物 透过英雄式的人物呢 可以把企业文化具体的表现出来 也就是说 透过这些人物 对于企业文化的渲染 并且能够成为其他员工 树立楷模 因为有一些人 天生来说 他就是英雄人物了 比方说 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茲 但是有一些人呢 他们并不是创始人 那大多数的这些企业公司呢 都会刻意的来营造 这个英雄人物 其实说他是英雄人物 不如说他是楷模 会更恰当一点 透过这些楷模 可以使得大家 争相模仿学习 因为你只要跟着这样做 就有可能像这样的人 一样的成功 第四个 就是仪式与典礼 在一般人眼中会认为 这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固定的例行活动 但就仪式上来说 确实是主管利用这个机会来向员工灌输公司的教条 所以有企业文化的公司 往往都会一直重复的去告诉员工 你应该要遵循哪一些行为 第五是文化网 也就是以机构的安排来说 并不是整个机构的正式组织 而是说在这个机构里头 扮演重要的沟通与传播桥梁 那这公司的价值观跟英雄事迹 也是靠这个文化网的管道来传播的 所以对于整个公司来说 如果想要了解整个公司的内幕资料 也必须要靠文化网 透过这个文化网 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整个企业的文化特色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江老师 好 非常谢谢江金融江老师 其实所有的企业文化并非一成不变 有时候企业文化会有危机跟变革 尤其是到外在冲击的时候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企业文化为什么会有危机 企业文化经过长时间的社会化形成之后 当遇到特殊的问题时 就有可能产生对企业文化的危机 那么这对企业将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与挑战 以克莱斯的汽车所遭逢的问题来说 那么通常财务危机是凸显企业文化的问题 但是企业文化出现问题并非只有单纯的财务危机而已 那么尚有其他因素会造成企业文化产生连锁性的危机 那有关这种企业文化的危机究竟有哪些因素环环相扣而成的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谢谢张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造成企业文化危机的因素 在这里我们归纳为四点 第一点是重大的财务危机 指的是由于公司遭受到巨额的损失 发现竞争者在技术上领先 因此公司的员工也会产生心理上的变化 因此呢公司原先的企业文化将会面临瓦解 第二呢是专注于内务上 当公司的员工不再注意外在世界的变化 而员工呢又只会一昧的奉承上司 整个公司会出现对任何事情 只报忧只报喜不报忧 长此下去就会逐渐发现 内部成员之间不再热衷对于市场的开拓 只热衷内部的勾心斗角 搞小团体 所以这家企业最后一定会呈现很大的内部问题 迹象败露逐渐侵蚀公司的根基 第三当刺激的文化 凌驾于公司原先的主流文化的时候 在企业公司里越是有强劲企业文化的公司 他们的员工便可以轻易地告诉他们 他们的企业文化是什么 可是呢如果一旦有一个情形发生的话呢 就会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危机 那就是当自己的企业文化开始去夸耀 说他们的信念比起原先企业所拥有的信念更好的时候呢 公司核心的价值信念就会受到动摇 像这样的问题一直是存在企业里头的难题 因为公司如何去调试文化与支流之间的差异 而这个问题呢正好是最难处理的部分 所以呢当这个危机出现的时候 正好代表了公司企业本身的企业文化面临到挑战 第四是领导人的更换 当一个企业里头呢的高阶经理人更换的时候 将会带来新的经营文化 这样新的经营文化突然之间介入了原先的企业里头 不止公司的员工不能理解 而且原先有有的企业文化 会和新的观念产生一个文化的震撼 这个概念呢之前我们就曾经提到过 例如原山饭店更换企业经理人 造成了原先企业文化产生巨变 适应不良 接下来我们将时间交还给江老师 好所有企业文化都会面临危机 不过危机就是转息 我们稍后回来跟各位同学继续来一起讨论 企业文化会影响企业伦理是因为 当时候企业伦理变成文化一部分的时候 你怎么做 你就是习以为常 习烟不查 理所当然 所以为什么企业文化跟企业伦理这么重要 那当然前面谈到这企业文化的一个危机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企业文化的变革之道 企业本身在面临危机的时候 应该积极的正视跟因应这个问题 因此当企业文化变革时 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包括了夏立子级项 第一 旧企业文化的压力 当企业面对上述的危机时 企业就会有想要改变的动力 可是旧改变本身来说 旧的企业文化往往是阻止最大的主因 比方说企业文化越是强烈 那么面对新的改变就反动力越强 那么因此企业文化变成一种习惯 这样的习惯会造成企业更大的损失 第二个是内部的不配合 当公司面对外在的变迁危机时 需要去变革时 却发现员工与董事却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反而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最后不但企业文化无法变革 甚至企业在此时会拉扯进一步的瓦解 因此我们必须要克服企业文化变革的阻碍因素 并且提出重塑企业文化的管理方式 有关重塑企业文化的管理方式 我们请江基正老师来为大家做说明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谢谢江老师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有关重塑企业文化的管理方式 最主要有四点 第一点就是改变前 先训练员工 在企业文化想要做一些更动之前 最好可以优先去训练员工 使他们可以接受新的训练 未来也就可以接受新的企业文化 所带来的改变 第二就是找出共同的价值观念的作用 当企业的高级主管 想要重新塑造新的企业文化的时候 他常常做的一个动作 也就是要先去找寻一些 和他亲近的同事 和他们一起共同探讨 共同价值观在公司的作用 共同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它存在在哪里 我们应该要如何去加强 解释或是修改这些价值观 当他清楚了这些共同的价值观 在公司的角色之后 公司的高级主管 也就会透过这样的管道 去寻求深入组织内部来做改变 所以高级主管 往往会透过非正式的关系 也就是透过一种轻松的方式 和员工来做接触 来建立公司的新的企业文化 以及价值观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点 也就是寻求最佳时机来奖励员工 管理人员必须要意识到 在改变文化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注意到员工在行为上 是不是有抵触到公司的企业文化 如果有发现这样的情形 当然也不需要过于担心 所需要采行的方式 就是要透过一套奖励的方式 来鼓励员工 从事对于公司正确的行为 也就是符合想要重塑的 这个企业文化的行为 因此身为主管人员 可以无时无刻 任何场合都可以 一旦员工呢 完成公司想要的企业文化之后 主管人员要不吝啬的 要去奖励他们 鼓励他们 因为他在无形当中 也会对其他员工 产生示范的效果 接下来看第四点 也就是优先采用内部人员改革 其实当一个企业公司 在面对一定非要改革不可的时候呢 往往所呈现出来的反应 大多数都是抗拒的心态 因此如果从外部找来一个对整体公司 营运不了解的人来担任最高经理人的话呢 以公司的内部来说 是会产生更大的抗拒力 再加上像这样空降的人员 有可能完全不了解原先公司 他的企业文化模式 因此会产生无法对症下药的问题 反而会引进一种对企业更加不利的文化 因此基本上当公司企业文化需要改革的时候 应该先从内部人员来挑选 来担任为优先的考量 因为从同一个公司来的人 会很清楚的原先企业文化 他所产生的弊病 以及需要革新的地方 所以透过这样内生人员的人来改革的话 是会获得比较好的效果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江老师 好 非常谢谢江静雄 江老师 跟我们谈到企业文化的类型 跟改革的障碍因素 其实我们看到在内化企业伦理 到企业文化当中 它的重要性 内化是讲一种社会化的过程 把一些价值观变成人格的一部分 那为什么这很重要呢 我们先举管理学者Torimato 在1987年所做的研究 他说组织文化对于领导者 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而且对于组织跟领导行为 提供了一个全盘的导向 那么Shine呢 在1992年更进一步的指出 他说高阶管理者 对组织文化认知 会影响其领导力 国内著名的学者洪春吉老师 他认为领导者的行为与行动 会引起部署的强烈反应 从而创造组织的文化 部署也会从领导者的行为中 了解其信念与价值 由此可知 无论是管理者的信念 创造了组织文化 或者组织文化影响管理者的行为 我们都可以知道 这两者相互影响的过程当中 企业伦理的文化形塑 由来管理者行为的推动 将企业伦理的概念 内化到企业文化当中 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事实 那为什么我们认为 这当中非常的重要呢 如果说在企业的伦理 这个行为规范当中 能够有效的 经过再而三 三而再的 不断的讲话的过程 或者是员工内部的训练过程 将这个意义 都能够展现进来的话 那么员工自然就会奉行为 很重要的一个行为基础 我们都知道 部署的行为 都是长官养成的 假如说行政伦理 或者企业伦理所强调的都是一种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多做多做 少做少做 不做不做 如果是有错 做不在我 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做 如果是这样的文化 坦白讲 当然有伦理可言 企业伦理强调的是 全则要相称 但这些价值观 必须要透过企业文化 能够形成一定的行为模式 变成一个日常生活的习惯 那当然要改变企业文化 非一朝一夕了 我们知道说 通常所有的改变过程 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 各位知道就是解冻 把原有的行为呢 解冻 把它解除掉 第二个 就是再冻结 改变 改变 第二个阶段就是改变 你必须要透过 适当的方式去连结 让员工知道说 哪些行为 是被允许的 哪些行为 是不被允许的 而且要快赏快罚 明那里讲得好说 有功无赏 打破要赔 假如你所说到 出来的文化是 有功不赏 打破了不要赔 坦白讲 谁愿意努力啊 没有人愿意努力 所以信赏不必罚 以外还要快赏快罚 讲究时效 第三个就是再冻结 如果透过制度化的方式 把你的现在所要呈现的 企业文化和企业伦理的 中心价值观 与绩效和后续的奖赏 结合在一起 跟升线结合在一起 那当然就会有效果 所以我们发现 企业领导者一定要以身作折 否则呢 部署呢 是没有办法继续追随 你的这些行为模式的 我们这个部分谈到这里为止 下一个阶段 要继续和各位同学来探讨 企业伦理的其他部分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大家 谢谢